恒指突破了吗? 怎样算突破呢? 大家要注意一个关键位 阿里巴巴是不是死猫粉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港股点看 我是HELLO 港股研究室和大家去带来的 港股点看专栏 通常在星期二的中五十二点 和星期四的中五十二点 和大家去带来的 欢迎大家去收看 今天的影片内容 主要是两个底的封面 恒指有没有站上这个封值呢? 如何去分析 中字头的股票很强劲吗? 我们各位股民 要特别留意这封面的股票 通过我们用的方法 筹码来看股票的空间 通过动体筹码来看股票的封值 判断一只股票中期或是反弹 或是上升 MCD的资金看大户的资金 如果你首次收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点赞和 分享给更多人的观看 后期方便可以注意到更新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 下面的下面的按例 就是很多粉丝朋友问的 或者大家留言 在前一条影片里面 前一条的资金 你打拱股研究室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like 如果你前当时老师没答到大家的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去留意 我们后面的时候会特意读大家 问得比较多的一齐和大家去做解论 好了 粉丝朋友的问题一齐来讲一讲 在这里先看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走势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这个股票我们在昨天讲解过它的空间的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个股票是不是一个死猫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的RSI 你看 按RSI出来 它是一个50以下的走势 50以下的走势对比较是玉势区 而且它现在的数值是 昨天是37.9 今天的表现 你也可以看到今天阿里巴巴的走势 都是偏欲的 不过今天的市是回落 所以它回落也很正常 好了 来看看 昨天的走势是一条溶的溶线 资金方面可以看到是在货持续的角欲 大家看到吗 绿色在货减少的走势 至于说它上面的筹码区 仍然是上边 所以这是一个反弹 反弹是由于上面的空间的阻力比较大 所以它这个力度就不是很大 前面我们已经讲解过它的目标 如果不记得的话 去看我们右上的卡片那里的影片 好了 那这些股票呢 后期是否可以 继续冲破这些特别大的封值作力位 可不可以呢 要看在货是否局辱得比较多 或者说重新的大户可不可以来 只要大户它们走了之后的周期 或者是升的周期 或者是拉高建聪 建聪拉高的周期 我们在今期的影片里面 即是今期给各位粉丝朋友 五周年带来的我们的福利 即是粉丝朋友福利 机构福盘精品图里面 会和它讲分 特别是福盘里面 三种模型会和它讲解 所以前面未报名到的朋友 记得按影片下方的链接 去报名参与的 这里按了之后 就去报名参与 好了 那我们一起看看指数方面 恒生指数可以说这个走势 昨天我已经和大家说了 通常面盘之后 冲到什么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走势就是来到 一条前面高位 1月17号和4月17号的高位 看到吗 然后冲了一条下降的趋势 昨天就是刚刚念到这条趋势 到这个位置的话 受到阻力回落是很正常的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昨晚风值 在昨天的时候 是刚刚上到它的 看到刚刚上过 刚刚过了这个风值 过得不是很多 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劲满 就是这个2028点 这个位置是过了的 上面的空间是2028点的阻力 下面的支持是2028点的支持 这个是它的走势 那回落就是正常的 只要它回落的时候 保持在昨天的绝带位之上 它依然是有往上攻的动力 这个要注意一下 当然了 会不会好像前面这个位置一样呢 会不会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一样呢 稍微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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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次和之前有点少少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都是冲到这些位置 2点缺一条线 但是3点打到这条线的时候 通常过不了 它就是有效的 这条下降趋势线 打到这个位置 回落 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 如果它可以强劲 它是不能够跌穿昨天的绝带位 而是有突破的 会不会从之前有些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 是有的 来看看 从之前这个高位 跌了到现在 我们来度一度 它的筹码分布的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区域 在上一次的时候 我回到上一次 上一次是否这个位置 碰到这个位置 回落下来 下面的支撑是20493 20330多 然后呢 是否回落了一次 是十字线 是十字线回落 好了 十字线回落 就面临了一个 增多的过程 可不可以收容突破的问题 哎 收不到 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 有没有收容足 收到一条小小的羊足 是的 小小的羊足 正常应该会升 才是对的 但是如果它不升 就会变成大跌的情况 之前我们在影片里面也有提过 好 它没有升 下面就变大跌 所以回落下来 是吧 回落下来 在下面的支撑附近 是吧 又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 再回落下来 回落下来 到下面的支撑 又回落下来 回到现在 回到现在 今天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打开HSI 各位朋友 去看看HSI 今天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 打开多一次 今天走势 可以说是正常的回落 今天走势 今天走势 是正常的回落 今天走势 是正常的回落 是一条小的羊足 现在走势 现在走势 是吧 只要是收到今天的尋力单位 之上 它认为是OK 但是如果是阴烛的话 通常大逆是 惯性的回落 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回落了之后 就冲了上去 就是低于高手 就更加好 如果翌日的时候 回落 回落得少 或者升 通常是第一个 比较好的送势 所以明天是比较值得去期待 当然啦 明天如果是回落 正常回落 属于正常回落 看回来 好 这个是今天的 sorry 打开这个 看回来 这个是 恒指 今天走势 好了 这样说清楚 如果你觉得 可以有啟示 让我明白 按个like 和下面留言区 我们复分HSI 对于你是 比较清晰的 如果你不太明白 或者有其他的观点 都欢迎你 下面留言区去留意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先看看各位粉丝朋友的问题 中指头的股票 为什么我说它 因为在A股里面 中特股 中特股 中国大陆股票的特别的股值 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股票 有三个 中移动 中联通 联讯 它们要立入中特股里面的指数 中特股100 所以这里是一个概念的筹 筹筹 这筹筹的话 在股股里面相关的股票 都会带来做一些 利好 我们前面有分析过这个股票 它一直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是吧 现在RSI又过50 然后下面的资金大户 仍然保持在50%以上 继续着这个走势 未真正的终结 OK 好了 这是这些股票 包括我们昨天说的 深一測 为什么我说它们 中指头的股票 就是这几个 比较重要的 我们都说一说 你看 这些股票 冲到现在 昨天是不是 回到支撑 爆了上来了 你看看 如何回到支撑 通过筹码分布 你就可以知道它 是不是 打回到下面的支撑 10元1号4附近 高虚高走 融足 RSI过50 资金继续超过50% 控仓的总体 所以这些股票 下跌 反抄 下跌 继续升的走势 今天可以说 回落的时候 都是很正常的 而融足的一半 就是它 比较大的 支撑的作用 OK 好了 看看有些朋友问的 中年众科 中年众科是多少 我看看 这里 写住 我看看 那些朋友留言 知道了 有些朋友问了 我记得 1157 是不是 1157 可以看到 1157 是中年众科 中年众科 都是中至头的股票 这些股票 跟刚才我们说的 那些 有些少不同 之前经过一波 拉升 拉升了之后 跌下来 到现在 帝户资金 没超过之前的高位 但股价比之前高了 帝户资金反而少了 所以来到一个区域 它就有回落 昨天已经动了 红转黄 要脱离超买区 要回落 逢高 要先施食 等下一个重升的波段 从之前的高位到现在 它的阻力位 可以看到的就是 刚好到阻力 又脱离超买区 所以会日会好正常 下面一个支撑位 4.5的位置 好了 看回来 汇丰 因为这一批的 硬红股是有托着股市 不会令股市怎么跌 你可以看到 昨天又破了高位 帝户资金继续增加 但比之前少 说明这里的上升 依然在延续上升 但是力度 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大 所以有持有短对的状况 看回来 理想汽车 打开它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朋友问的 2015 2015 的话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汽车股封面 打一打 我们说一下巴菲特 是怎么说一封面 因为股东大会 已经虚了 它说的里面 汽车封面 它没有什么说 它之前 被阿迪感辞了 后边怎么样 它没有说 我们看看 这个里想汽车 如果我们昨天说过 最近是有点利好的 销售 各方面 都是有点利好的 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股票走势 但会开始有首尾的增加 但不是很多 25% 阿德西依然是 50%以上的 是强势区 但是你看看 高位高位是更低的 这个高位的画条线是更低的 所以它的碎位的目标位 或者说它阻力 送冲动力的阻力 就是前面高位附近的这个位置 现在是进了一个超买的区域 等于它脱离超买的时候 就要小心 OK 好 看看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里面 比较重要的 看看 比阿迪的话 股东大会里面说了 它关于苹果的持冲 它为它之前卖走 苹果觉得非常愚蠢 所以它依然是看好它的 是不是 它依然是有不断回购的股票 之后 人工智能 AI 它怎么样 它 对它吧 即是中立 有好又不好 这是它的观点 我们看看这方面的 充军股票 看看Apple 好 Apple的话 各位朋友 我们前面一直说过 是一个崇星趋勢 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因为 大户之间整体是增加的 趁略大户有首尾減少 今晚的收市 没有跌穿策率最低 就可以了 就这样看 因为 只要你通过庄家的档架 你就可以知道 哦 原来它的操作就是这么简单的 好了 看看有些朋友 粉丝朋友问的问题 有些朋友说 哎呀 这个庄家的运族 听得明明的 又不太明白 都很欢迎大家 去收看我们 各位粉丝朋友 你的股票的运族 是哪个阶段 学习这段时间的 机构福本精品 和 应该会比较清晰的 之前没听过 记得去报名参与 按影片的左下方的连接 就可以去报名了 我们影片的左下方 对吧 就有连接了 OK 看回来 这里呢 要答复各位朋友的问题 这个 猛鹿这个股票 有些朋友在下方留言了 我们看看 00777 这个股票呢 各位朋友 我们去看一下 它是偏肉势的 怎么说 怎么这么说 前面 张家炒了之后 走了 对吧 走了之后 全部都是在火 在火 在火 这条大阴烛在这里 在火区是很重的 昨晚风值 刚刚如何 开始在下面 在下面 但是 在下面的过程当中 升了一下子 升了这几天 昨晚就移动到高位 看到吗 说明这个为止 有没有人争议做它 未争议做它 受到一些阻力 受到一些阻力 这个趋势 什么时候要小心 深入手 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15元2号 这个位置千万没有跌穿 跌穿的话 要在前面这条 终结的单位 下一轮 因为 阴烛一半的位置 都是比较大的阻力 OK 后期我们观察 在火市场继续的国用 当然这个位置 如果穿着 刚才我说的防守 通常要先打等先 这个股票 注定是比较慢一点的股 虽然RSI 对于它自己是50元 刚刚过50元 刚过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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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次过50元 它就跌回来 是吗 未真正站稳 好了 有朋友问AMD AMD 这间公司 都是很疯狂的公司 我们看看它 这段时间 到现在 前面的时候 我都有讲解过它 现在这个趋势 刚刚突破了前面的下贡趋势 大户资金是否仍然增加 在火国欲已经消失了 消失了到短期的高位 但是呢 都是昨晚 进入超买的区域 等待它脱离才会回落 但是如果回落了之后 要找机会 为什么呢 RSI是50元以上的 还有这个大户是正在增加的 OK 这是它的走势 所以如果你有 应该是继续持有等女的 没有朋友回落之后 后面去尋找机会 也是OK的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啟發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帮助 记得按个赞和订阅 然后呢 可以还没参加过我们粉丝 福利的这些团 可以去报名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